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深刻特点和深刻的这种观点看法的这些媒体 现在探讨的都是中共的未来 主要集中在中共的整个肩甲结构上 随着这半年的时间过去 今天看中共的问题依然盯在了独裁体制 和写债邦政法委系统在中共最高层的位置 因为正是我们太多的话题提到的内容 今天观点上都在周永康本身 随着曾经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状况 非常的清楚的背景之下 又突然没声音了 所以造成人们对今天中共当局 到底在如何处理未来 我曾经提个说法 我说如果面对这种现状 以胡锦涛的性格 人自身的性格 他把事情尽可能的压下来 推过去 推到习近平身上去 可能是这样 而我们看到出的事情 其实真正的关键点 也确实在习近平本身上 那习近平对未来的十八大的人选 他下面的人 他必须有更多的话语权 或者说支配权才可能把握 因为对习近平而言 他自己面临的 如果这么推下来 他面临的危险就会更大 因为如果按照前面的东西 这样设置下来 对周永康本身没有任何说法 没有做法的话 那我们想想习近平接来之后 以他能相信谁呢 如果政法委系统 血债帮系统 610的系统 可以有那样在过去的时间里 形成那样绝对的权力 对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 形成了那样大的威胁的话 那他刚刚上任又怎么办呢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稍微真正有 无论从人性的角度 社会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 去看待今天中共当局的话 都意识到 这个扣是必须解开的 想拖下去 越拖麻烦会越大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另外一面 就是道理挺简单 结果其实一定会出现 中共呢 可能崩溃的时间 可能会明天就完蛋 没人知道 那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能够看到的过程 是共产党的丑陋 所以共产党倒不倒呢 是个时间的问题 而面对共产党的丑陋呢 作为我们个体的自我呢 能否跟他隔绝开来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真正人性的问题 这是最关键 这种的人性 它的选择的重要性在于 可能在共产党倒台的同时 我们原来普通中国人 不相信的真正的神 佛与人之间的这种连带关系呢 会展现给我们的 它的展现用作老百姓的一句话 就是善恶有报 跟随共产党的人 愿意在这个体制之下 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会遭到报应 而跟他隔绝开来的人呢 会获得好报 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不在乎共产党怎么样去 我在乎的是 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要对得起 自己的良知 道德和人性 在我们接受无神论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观念 有一天可能突然就被打破了 神佛可能真的展现在眼前了 那就是善恶分离的时候 今天就是你抛弃共产党的时候 所以这我也一再提到 胡锦涛糊涂车子 我说熬胡粥呢 就是在这 不是说你自个儿和谐不和谐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和谐又怎么着 不和谐又怎么着 对吧 还有海蟹呢 螃蟹呢 爱什么蟹什么蟹 无所谓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今天一屁股 坐在这个位置上 当初是被邓小平就 哗就给放在那儿了 你忍了这么多年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觉得就是这么点事 那美国的外交学者杂志呢 有篇文章 再次矛盾集中在周永康身上 写的相对比较理论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 周永康继任者或将面临降级 中共安全部门的总负责人周永康 掌控着政法委这一庞大的安全机构 作为政治局常委的他 据说有着同他表面上的上司 胡锦涛一样的高度的自治权力 这就是我们曾经分析过的 他为什么形成第二中央 就是当初江泽民的 在迫害法轮功的610的基础上 为了能够延续这种血债 从而造成了在16大时 把罗干政法委书记 扩塞到了政治局常委 而在此之前15大的时候 政治局常委是7个人 可是塞进一个变成8个 他就没办法有多票 所以他一定是单数 政治局常委一定是单数 所以他就因为政法委书记 进入政治局里面 所以必须再增加一个 就变成了政治局常委是9个人 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今天如果把政法委书记 从政治局常委当中拿掉的话 就同样绑票 另外一个常委的位置也没了 必须是7个 你说这共产党什么东西 就是他必须要表面上做成这些 然后实际内在的 却是独裁的体制 他讲说今年秋天18大 我们可能会看到 周永康的继任者 很可能是孟建柱的职位被降 也就是政治局常委 没有了政法委书记这个位置 他说这种被降职 至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对维稳压倒一切政策 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 让国内安全机构来监督 以确保政治社会稳定 带来负面的影响 对于谁说了和做了什么 安全机构监控和控制越紧 中国人就会感到越加的愤怒 这是翻译过来的 一句话中国人的愤怒 老百姓的愤怒 是政法委书记的存在 政法委系统的维稳的存在 造成了今天整个社会 四分五裂的一个结局 一个现象 而周永康的盗用的做法 盗用的说法 是你胡锦涛和谐和不折腾的说法 他很简单 我不让大家伙折腾 所以我要管着大家伙 这个借口是你胡歌 熬粥熬胡了 给了他了 而当初政法委系统本身的存在 却是跟你胡歌本身的 真正的意愿相扭的 所以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其次从传统的观点来看 如果要减少政法委常委的名额 需要一个强人 或者截然不同的派系整合 才可能做到 胡锦涛不一定能够控制了 其他的常委 只有派系的整合 才能做出这样的改变 胡锦涛已经不具备 本身原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这种特点 这种所谓领袖的特点 而作为从这点上说 也验证我曾经提到 有朋友讲说 胡锦涛会在军委主席上再留任两年 我就说过那说法 留不留都瞎掰 他现职都干不出什么来 你留更麻烦 你留就变成了别人的靶子 你变成别人的靶子 你个人身性上 身性上又有弱点 软弱的弱点 那你不就变成了 容易变成了人家案板上的肉 被人给剁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要明白自己的特点 文章接着讲说 尽管胡锦涛与习近平 一直被看成是来自不同的政治势力 但是有迹象表明 出于对官场腐败危险的担忧 和需要改良中共本身 他们或许达成了一致 习近平负责的中共党校出版的刊物 最近就在批评政法委本身 对维稳处理 矛头直接指向周永康 这个我们早就讲过了 其实被披露出来的文件 明确的提到 薄熙来跟周永康联手 在两年之内做掉习近平 习近平自己有生命之忧 那自然他要 他们其他人要连在一起了 他说在中央党校的刊物当中的文章 题目叫做学习时报 当时文章的题目叫做 社会管理谁来管 明确提到 政法委已经逾越了他的权限 让国内治理工作产生了困难 这就意味着 目前在国安系统治理下的 这种维稳工作 需要放在更广的政策的框架之下 而不能完全从安全的角度去考虑 那中共总书记收回对维稳系统的控制权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让周永康的职位降之 那这个呢 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 大家知道 中央党校里面去接受培训的 是中央委员和省部级官员 我不知道有没有政局级 那可能有 但是他主要集中在是中共高层的 那他在中央党校里拿出来的这种说法 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说法 指导性的说法 所以如果这么讲说 那就变成了习近平直接否定周永康 他说第三点 薄熙来的下台和其他带有安全机构的争议呢 再一次浮出了水面 而在改革初期时 安全部门的工作一向是非政治化的 公安部长和国务委员孟建柱 最有可能取代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在政治上明显犯了错误 这是洋人都可以看出来是这个问题 当然文章里也提到说 就目前而言 孟建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政法委书记的人选 但是孟建柱呢 原来却是吴邦国和黄菊的首相 而黄菊吴邦国呢 却跟这个胡锦涛本身呢 是对立的一派 那是原来的江家邦的那一派 这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认为在这个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胡锦涛和习近平呢 绝不可能让周永康的继承者 孟建柱呢 再进入常委 所以从这个道理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作为未来的这个政法委书记 一定不在政治局常委之中 紧接着他就提到未来 他说如果政法委书记不在政治局常委之中 那对整个中国的政治面貌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说影响第一 肯定的就是周永康下去之后 那这个职位被降职 这是一定的 那政治局常委就变成七个人了 他说这个七个人的结果 就会变成整个决策内容 就是中共最高层的 握有最高权力的人的人数呢 减少了 原来有九个 现在有七个 有七个 其实相对的这种集权的概念呢 就会更强 但是同样呢 他说这些人的工作的负担呢 就会更重 可能是 可能不是 原来还是五个 再往前分就是毛泽东一个 对吧 我觉得就那么回事 他另外一个主要是讨论政法委本身了 他说政法委机器控制的国内安全系统 以及情报机构 他的降级会使得他们的活动在更广泛的政策框架之下进行 中央党校对周永康的批评凸显了维稳政策 以及其他部委和安全系统之外的问题呢 相互重叠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 重叠的这里的说法呢 我们就比如说李旺阳这件事情 李旺阳发生在湖南的这个少阳市 少阳市的原市委书记 就是现在的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 所以这是我说李旺阳的死是中央政法委系统下来的 而对他的调查呢 一定是在他系统内 也就是司法系统之内进行 可是呢 湖南省的省委书记周强却是胡锦涛的人马 他就跟政法委系统发生很大的冲突 可是彼此之间又没办法 这就是职务部门过高之后 政法委系统的这种实权过高之后 造成了地方官员的强烈的反对和矛盾 其实当初乌坎事件呢也有类似 而谁造成呢 原来血债帮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要维持着当初对法轮功的迫害 形成了整体当时江泽民派系的那种身上的血 杀戮 迫害人正常的信仰自由 在全国范围内 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进行欺骗 侮辱 形成更多的 形成普通的中国人 对法轮功本身和法轮功学院的误解和仇恨 宣扬仇恨 这是人类当中的最邪恶的这种罪行 他要维持这样 才形成了当时的血债帮政法委系统 所以今天当他政法委系统被打下去的话 直接再次面对的还是血债帮 这就是我一直提到的 其实胡锦涛出不了这套 你想出这套 只能让套把你套死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这些问题 所以文章最后是这么讲的 无论18大的结果如何 中央政法委的这种结果如何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被称为第五代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接 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 这都29号了 6月29号了 但是在洋人的眼睛里 依然认为到18大之前会出事 他说每个进入常委的人选和不同的政策体系的状态 都将对中共如何治理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是没错的 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个就不用讲了 关键是前面这半截 到今天一切一切都蕴含着巨大的变数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网页 我们就看到这个原文 英文原文的出处 跟大家有个交代 因为它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而它发布的时间是6月29号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